哈囉 你好 我是毛爸 你是誰 媽咪 小貓呢 他們學校幼稚園現在停課 本來還有兩三天就要放假了 那現在停課 因為學校呢 幼稚園裡面出現很多確診的小朋友 所以呢 現在先放假 那再過兩三天 其實就是放暑假 所以他現在怎麼了 可以留一下嗎 可以等一下 好 然後 嗯 嗯 幼稚園 老師也有 嗯 有 有 有什麼 Corona 不是 一個老師放假 一個 兩個老師都放假也有 是喔 所以 全部學校都放假了 對不對 然後啊 他現在就是比較自由 我們剛剛帶弟弟去保育園了 那今天呢 毛媽要跟姑姑去買衣服吃飯 所以呢 我現在要跟他先去外婆家 然後中午呢 要帶阿咒 阿咒要去面試 面什麼時你知道嗎 不知道 阿咒要去 過夜的 叫什麼啊 老人的設施 要去面試 因為他可能要去住個兩三天 那等一下就是 中午帶阿咒他們去面試 好不好 嗯 那我們等一下先去看一下消防車 然後就去 爸爸家吧 小小小些小 Ambloe Looking home Breakfast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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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有人耶 旁邊的消防車也有人耶 他們在看有沒有那個 哪裡有壞掉吧 時間不一樣耶 時間不一樣嗎 欸 欸 你怎麼跑到這邊來了 往那邊啊 什麼 欸你剛剛 休息掉了喔 這也太等了 好 好 走 不要停車 沒有開門 敲一下敲一下 怎麼辦吧 不要 自己先停車一下吧 你現在在做什麼 什麼事 好 他們要去面試了 我沒有逼耶 閉一下吧 嗯 OK 現在呢 阿咒他們去面試了 他們現在去的是那個 長照中心 我不知道這個詞要怎麼使用 這個詞 我覺得要用的很精準才行 不然感覺好像 很沒禮貌或者是不好聽 因為他們日文就叫做 老人 ホーム 那中文到底要怎麼講 媽咪知道嗎 不知道是 老人中心 老人照護中心 老人院 療養院 我不知道這個詞要怎麼用的才會精準一點 如果你覺得這個詞比較好的話請跟我留言一下 那主要呢 是因為這一次 外婆跟阿祖 阿祖 外婆的媽媽兩個人呢 要去廣島看貓媽的弟弟 然後可能要去一個三天兩夜 那這一段時間呢 就沒有人顧阿祖了 就是 曾祖父 所以呢 可能要 讓他來住這裡 住三天兩夜 這樣子 那因為曾祖父 有一點老人癡呆 他們叫做認知診 所以呢 他們要先來面試一下 看他的情況 看完情況才知道 這三天兩夜要收多少錢 所以呢 今天就是帶他們來面試一下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就是等他們面試完 然後 小貓今天一起等一下就去吃飯 關於那個 曾祖父的那個價錢 等一下來問問看說 他們這種三天兩夜的 短期照顧 算是 有點像住飯店 小度假 然後有人幫你全部用好 你就是帶件衣服 會幫你洗澡 會幫你準備飯 這樣子 等一下來問問看 外婆說這個是要花多少錢 看去看 他們今天穿什麼衣服 卡子 卡子 怎麼會有卡子的衣服啊 好可愛喔 沒有東西嗎 可以上去嗎 可以上去嗎 比較沒有在下 真的耶 關起來的 這裡不知道本來寫什麼 大 大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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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 你看得出來嗎 你看這邊寫字啊 大 大板是不是 然後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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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學 看得出來嗎 不知道 再往前走吧 這個就是一片荒廢 可能以前是大學 現在是沒有東西了吧 本 學 關係者 以外的人 不可以進去 大阪女子學院 女子學院 嗯哼 哇 那邊有一個小扛棒 大阪女子大學 女性研究center 哇 封鎖了 學校不見了 沒有路了 學校不見了 本來是學校耶 這邊有個地在賣耶 可是你看 超級三角形的 前面這麼尖 後面這麼大 完全是三角形 這要怎麼蓋房子啊 嗯 三角形房子嗎 哼 好像怪怪的齁 你要不要住三角形房子 不要 不要 好吧 怎麼蓋房子呢 因為地就長這個樣子啊 好 現在太熱了 我們來車子避難一下 對不對 你在幹嘛 村子 你在開車喔 村子裡頭 上面有媽妹嗎 嗯 好多咧 呵呵 哼 哼 幹嘛 等一下就來了吧 那個 那個 那是花啊 那個 那是房子啊 這是什麼房子 這邊 西斜子的 睡覺的地方啊 他們就是這樣啊 一個人一間 很像一個 夢熊啊 然後 平常的話 就是在這裡面睡覺 然後呢 早上的時候 就去旁邊 那個交椅廳 可以吃飯啊 上課 玩遊戲 然後睡覺的時候 回來自己的房間 可愛的哥哥 可愛的哥哥 你吃什麼 這個 雞塊 嗯 還有呢 這個 漢堡 還有嗎 蛋蛋吃了 吃什麼 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 薯條 好吃嗎 好吃 你喜歡吃嗎 嗯 嗯 你會這樣嗎 可以 就是在下面 看不到 給我看一下嗎 沒有耶 這是什麼 雞塊 燙 沒有啊 沒有啊 再一次 喔 太快了 太快了 哈哈 那最後呢 已經知道 小貓他們的真祝福 因為 外婆他們要去廣島嘛 所以 真祝福呢 要去那個 我剛剛說的 設施 很難 我不太會用那個 專有名詞 到底要怎麼形容 就是去 日本說的 老金 裡面 要去三天兩夜 那他們這次去的是 一天五千塊 那他的算法呢 好像並不是說 他的 這一間就是 多少錢 這一間就是多少錢 每間的設施不一樣 但是 他還有一個就是 看 要去的那個人家的收入 還有他的 薪製 狀況 也就是說如果呢 你的收入比較高 你的收費就會比較貴 那如果你的需要被 借戶的程度也比較高的話 比方說你的 小人痴呆症比較嚴重 或者是什麼的話 你的收費也會比較貴 那這一次呢 就是 阿祖他們家就是 靠年金的收入 那那個 真祖父也沒有到 非常非常嚴重的狀況 所以 他們這一次呢 就是一天五千塊 所以三天兩夜的話 就是 一萬五 這樣子我覺得 好像不會很貴耶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帶 真祖父阿祖他們去 哪裡 老人 老人 長照中心 短期的 可以短期利用的地方 的 面食的一天的經過 是不是 是嗎 是 你是誰 你是可愛婆婆嗎 好 那謝謝你把影片看到最後 非常感謝你 波波掰掰 掰掰 哥哥在哪裡 波波哥哥在哪裡 哥哥 掰掰 你還想 阿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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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裡 的 阿祖的 阿祖 script 阿祖 lee 阿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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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祖